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0月6日 多蒙特声东击西 周四凌晨 欧关联分组赛G组两场比赛同时上演 其中西维尔将在主场迎战多蒙特 欧关联的表现上看 多蒙特优于西维尔 毕竟后者目前二战军无法取胜 球队士气上也非常低落 多蒙特需要把握做客带走三分的良机 目前西维尔的处境非常糟糕 正遭遇26年来最糟糕的联赛开局 明显无法分心在欧关联比赛 他们二场分组赛也仅仅一合一副 与哥本哈根交手都只是0比0战合 突出无心恋战的球队细分 本赛季西维尔开局七轮西甲之拿到5分 创造球队自1996-97赛季以来最糟糕的开局成绩 尸体透露 西维尔已决定在周中与多蒙特的欧关联比赛后 解雇卢比低谷 西维尔全队上下的军心非常不稳 在过去二场欧关联比赛当中 西维尔的表现不佳 具体在攻防数据上 军场让对方起脚15.5次 而自身军场射门数只有8.5次 就算是和实力不及自身的哥本哈根交手 也只是取得一场护胶白卷的合局 攻击手由素夫恩尼斯里所领衔的攻击线表现糟糕 以西维尔目前呈现的士气和球队状况看 球队在主场遭遇失利只是时间问题 阵容方面 后卫卡连列基克 马高斯塔斯拿和中场杰西斯哥朗拿军因商必战 多蒙特目前的情形急需胜利来调节 上仗德贾连赛对阵科隆的比赛 不仅仅是当耶尔玛伦浪费了两个绝佳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是灾难性的下半场 最后科隆3比2战胜了多蒙特 让大黄蜂身前只留下了一地狼藉和满平的尴尬 球队主帅爱电泰西也表示 如果你看到我们在下半场的前15、20 分钟是怎么踢的 那么就不应该对我们是二球感到惊讶 爱电泰西本人甚至有些绝望 而在与西维尔的欧关联克场比赛之前 爱电泰西甚至取消了一天的休息 带着全队加练 考虑到之后 还有和拜仁的交手 爱电泰西的做法 显然是冒险的 球队目前有大面积的伤患 攻击线和新马高雷斯等六位球员都因伤缺阵 大黄蜂人员较为紧张 主帅还要加练 这样的做法无非向球队力中胜利扭转局势 最近四场各项赛事里面 多蒙特连续三场做客遭遇失利 球队急需做客胜利 如今球队攻击手组利安白兰特状态上算不俗 上仗面对科隆也是他为球队首开记录 此番出争士气低落的西维尔 多蒙特渴望的胜尔回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